今天我要特别持续在一个题目上跟大家来说 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三道九节 彼得前书一章三道九节 提醒我们一件事 喜乐在情感上的激动 各位各位姐妹 情感上的激动 情感上的兴奋 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虽然如今不得见他 但是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你看有三个形容词哦 说不出来 笔墨无法形容的 满有荣光是荣耀的大喜乐 第三还有大 大喜乐荣耀的喜乐 说不出来的喜乐 各位姐妹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的题目 叫做满有喜乐的信心 意味着这喜乐 是从信心到德行 从德行到知识 从知识到节制 一个重要的记号 从头到尾 喜乐都是信心的标记 没有一样信心不带来喜乐 假如你的信心叫你忧愁 那信心是有问题的 假如你的信心叫你破败 那信心是有问题的 假如你的信心叫你居住在一个地方 不得施放 不得自由 那信心是有问题的 所以各位姐妹 在基督里大有喜乐 凡事大有喜乐 阿们 这就是今天的经文 所要提醒我们的信心 是这个平安的基础 我们必须知道上帝 如何恩待我们 如何保守我们 而上帝如何恩待 如何保守 是借着祂的话 启示给我们 你发现了吗 上帝的话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 我们因为满心的 有上帝的话 我们就有真实的平安 所以从信心得来平安 当然信心的根基 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什么 我们自己感觉了什么 信心的根基 但是上帝说了什么 祂应许了什么 祂描述了什么 所以我们得着平安 二月份我们特别学的题目 是信心会生发仁爱 换句来讲 信心会带来好的行为 因为上帝使我们 与别人之间没有嫌隙 没有德 上帝使我们与上帝之间 没有嫌隙 没有德 所以我们随时随在 都是平安的 我们随时随在都是和平的 忍者就无忧 智者就无虑 忍者 勇者就无敌 各位同姐妹 信心生发仁爱 使我们有德性 这德 德性最重要的根基 或者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爱 信心生发仁爱 而仁爱是一种情感 持久的持续的 决定我们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三月份我们特别学习的题目 是知识 这知识是为了爱的知识 我们说为了爱 所以上帝让我们在知识和见识上 多有长进 多得完全 阿们 所以你不然发现 原来你所有的知识 不是为了让你头变得很大 是你所有的知识 是为了让你的脚变得很轻患 手变得很灵活 很利落 你全部的知识 为了教你如何去爱 如何去实践 所以你看一路来 上帝的信心 说赏赐给我们的信心 渴望改变我们的人生 不是我们的大脑而已 而是我们的生命 然后他说这一切的努力都会成功 因为我们会锻炼自己 在这些基础的修炼上 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哪些科目 我们知道在这些科目上 假如我们有高度的成就 我们就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在场上角力增胜 凡事都有节制 我们有目标 我们有方向 我们有章法 我们有每一天要操练的课程 不是随机的 不是一时的 所以我们在读经上面要操练 不然上面的话没有办法充满我们 我们在祷告上面要操练 不然上面的话不会成为我们向他反应 向他诉求的期待 我们要常常跟弟兄姐妹相处 这一点最不容易 而今天是集中回顾啊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锻炼的过程 是充满喜乐的过程 因为我们所有的锻炼都是为了成全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得着的新生命 这新生命有美德 有知识 有节制 而且这个过程充满了喜乐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了解 弟兄姐妹 我就比较放心带领大家一起进入五月的题目 因为五月的题目是一个大考验 有了节制要加上什么 忍耐 各位兄姐妹 忍耐大概不太容易 求祖方左 能够勇敢的进入忍耐的季节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来看看彼得 这一位将属灵的成长学交给我们 告诉我们 一项再加上一项再加上一项再加上一项的那个彼得 那个曾经三次不认主却被主挽回的 本来是靠着自己的血气 来跟随神侍奉神 后来他自己做见证 我要将我的双手交出来 让人带我到我该去的地方的那一位教会的领袖 天主教会把他尊称为第一阵的经文 约颂赏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曾照自己的大联名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从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活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得玷污 不能衰弹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精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你们虽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阿们 这是整个彼得前书 是在主后的一世纪 今天土耳其的境内 有许多的教会 彼得当时被囚禁在罗马 他从罗马写一封书信 给那个地方的教会 告诉他们 我虽然深陷淋雨 但是我满心挂念你们 我渴望你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一件事情 受苦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受苦是这个世代教会的命运 各位同学妹 受苦是这个世代教会的命运 保罗这样说 彼得也这样说 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教会 没有一个是在顺境当中通过的 没有一个是一切都很好的 没有一个是有福利堂皇的大教堂 是有一个长得很帅 然后很会讲道的牧师 没有一个拥有庞大的侍奉的团队 然后长老都是人中巧组 一死之血 没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人 人都充满了各样的恩赐 故教会里面很多孤儿 很多寡妇 在当时教会就是受苦的意思 谁愿意进入教会 就是乐意放下自己的尊荣 参与一个受苦 一个蒙岸的团体 彼得特别的提醒他们 在这样重重的贤阻当中 重重的逼迫当中 你们要带着活泼的盼望 以至于天国 就是你们从仰望的天国 在你们的盼望当中 就会一步一步的临近你 而你们可以将自己献上 当作天国子民 是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超凡入圣 是不但被圣化的 而且是充满圣洁的形象 我们在世应该以祝福来还入骂 以善来报那些恶 虽然面对人行恶 我们心里也不至于沮丧 不至于改变我们的立场 他勉励教会要同心要体恤 我们要相爱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像弟兄一样 并且要有迟连的心 尤其要积极的培养 谦虚谦卑的美 这就是整个彼得前书 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在各样的患难当中 他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会长出各样的美 不但彼得这样说 雅各也这样说 不但彼得雅各这样说 各位同姐妹 整个新约圣经 包含福音书都告诉我们 这件事 凡肖效法主的 跟随他脚踪的 我们所走的路都是苦路 也是喜乐的路 说是喜乐 是因为他常是喜乐的 蒙恩的第一天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一新 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创造 有一个不可抹灭 不可压抑 不可能销毁的热情 继续的奔行天路 这条路开始了 不会中断 因为上帝要用他的恩惠 复辟 上帝要用他火热的热情 激励 这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绝对不会失败 这天路之旅一定要成功 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改革宗教会 特别相信 特别坚持 一次得救 就永远得救 假若我们看见有一些 宣称他们是基督徒 可是却没有说 没有任何的长进 最终还死在羞耻里面 不是为了异受苦 不是为了异受逼迫 而是因为他的生命 完全没有改变的样貌 然后他说我得救了 我们不会接受 不会承认 为什么 因为凡是蒙恩得救的人 他们的生命充满光彩 像彼得这里所说的 他们的信心会加上德性 他们的德性会加上知识 他们的知识会加上节制 会加上忍耐 加上前进 他们活出自爱爱人的生活 不但爱人还爱上帝 像基督耶稣一样 我们应该知道 信主之后 是神与我们同行的人生 上帝与我们同行的岁月 没有一天是辛苦的 或者说 没有一天上帝放过你 让你不辛苦 可是在辛苦当中 他陪伴你 他帮我走 阿们 他帮我前行 抓着他的手 每一天的奋斗 不会改变 我们平安的确据 每一天的奋斗 不会改变 我们喜乐的事实 偶尔落在试炼当中 也就是今天经文里面所说的 暂时忧愁 暂时忧愁 但是长远的喜乐 是被保证的 彼得格外的要求我们 邀请我们 注意这一个重要的事实 然后用这段经文 第三节到第九节 作为整个彼得前书的序言 读完了这一段 你大概也没知道 这本圣经 他要提醒我们 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我们一起比较细的 来看看经文的内容 第三节第四节 彼得以一段 宋战的诗歌 开始了他的讲论 他愿宋战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此以复活 从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不能摔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这宋战主 为了两件特别的事情 宋战主 愿宋战归于父上帝 这父上帝是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是主的上帝 又是我们的主的上帝 阿们 愿宋战归于上帝 他是父上帝 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因为他曾重生了我们 他重生我们是造他自己的大怜悯 不是因为我们值得 是因为他怜悯我们 阿们 他借着基督耶稣从此以复活 来重生了我们 对吧 这重生是已经完成的重生 因为是重生了我们 是借着基督从此以复活 如何借着基督从此以复活 重生我们 他叫我们与基督相联合 与基督相联合的洗礼 使我们的命运 与基督耶稣绑站了一起 基督耶稣认同我们 加入了我们 借着施洗约案的洗礼 但是他自己用水和圣灵 为我们施洗 叫我们有圣灵 藏住在我们的心 以至于当圣灵 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也叫我们藏在他里面的 一同从死里复活量 这也是上礼拜 我在上礼拜的时候 所说的信息 除了重生我们 他还赐我们盼望 对吧 从事我们 叫我们有活活的盼望 这活活的盼望 就是我们喜乐的来源 各位同姐妹 这活活讲的就是活力 讲的就是喜乐 是活活的 好像那个活语会跳的那种 是活跳跳的盼望 这盼望是得基督的盼望 那么第三节 有活活的盼望对吧 这盼望是什么 可以连到第四节 最后的基业 换句话讲 这盼望就是得基业的盼望 这基业是不朽坏的 是不玷污的 是不衰残的 这三个形容词 都是要说明一件事 这基业是与这世界一无相干的 这世界是被玷污的 这世界是会衰残的 这世界是会朽坏的 而我们所得的基业 不是这世界 所以各位兄姐妹 这不是我们的家乡 这不是我们的王国 我们真正的家乡 我们公民的归属 在天上 天上才是上帝 所要赏赐我们的基业 这并不排除上帝 给我们丰厚的收入 给我们有一些人有天才 有一些人有房屋 然而上帝所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 是天上基业的盼望 阿们 这在天上的基业是为你们所存留的 是为你们所存留的 上帝不需要黄金街碧玉场 他将那里赏赐给我 上帝不需要许多的城池 对吧 但是他把城池赏赐给了我们 第三节第四节 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应当颂赞主 因为我们是被重生了的人 在他里面我们有盼望 这盼望使我们与他持续的相关联 他欠你一点东西 因为他答应你 他答应你天上的基业 他要把天上的基业赏赐给你 所以请你不要放弃 要紧紧的抓住他 你知道吗 去排队要准备领一个赠品 对不对 你只要排上了 你只要领了号码牌 你就可以拿得到对吧 但如果你放弃了呢 如果你中惯了呢 如果你从现场离开了 后来还要再回来 人家会跟你说 嘿去外面排队 对吧 去后面排队 跟你去后面再排的时候 人家牌子发完了 你就与那基业毫无相关 各位兄姐妹 要珍惜上帝已经为你 所留存的基业 因为你已经重生了 你重生就是得基业的记号 第五节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你们必得救恩 第五节 必得后面救恩有没有 你们必得救恩 这救恩是神所预备的救恩 这救恩将要显现 神所预备的救恩将要显现 在什么时候显现 在末世的时候显现出来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如何能够得着这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信蒙神能力保守 我们蒙神的能力所保守 就必得着末日的拯救 这救恩在圣经里面常常指向三件事 第一个是属灵的拯救 也就是我们在第九节所说的 灵魂的救恩 信息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但不只是灵魂的救恩 还有肉身的救恩 这肉身的救恩是已然来到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领受 就是要等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叫我们放下我们的身体 他要赐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 像基督耶稣复活以后 一样荣耀的身体 阿们 灵魂的拯救已经成全了 但那荣耀身体的拯救 还要等到将来的时刻 然而各位同学妹 你知道 彼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 第九节提到灵魂的拯救 换句话来讲 在第五节这里所说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很可能指的不是灵魂的拯救 因为灵魂的拯救 就已经实现了 这个地方说 你们必能得着 对吧 必能得着 换出来讲 还没有得着 既然有一个是已经得着的 另外一个还没有得着 这还没有得着的 就不会是已经得着的那一个 这没有得着的是什么呢 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有各样的逼迫 在各样的逼迫当中 各位同学妹 或者对你而言 这就是末世了 或者末世还在将来 但不论在将来 在眼前 所有面临逼迫的肢体 所有面临逼迫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要得救 你们所以能得救 是因为神的能力 复辟你 神的能力遮盖你 神的能力 保证 你在暂时的患难当中 能够得着拯救 这能力能够临到你身上 是因信心 阿们 你们这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 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拯救 第六到第七节 因此你们是喜乐的 如果你明白 刚刚第五节第六节 所说的信息 第四节第五节 所说的信息 你就能够明白 你们是喜乐的 这喜乐是简单事 换句话要讲 它是不改变的 经常的一个简单事实的说明 对不起妹 你喜乐吗 一时之间不感觉 对不对 一时的感觉 不决定这个喜乐的事实 这喜乐是像太阳 从东边升起 一直到下山的时候 你一点不担心太阳下山 为什么 明天还要再起 是信实的 是持续的 是有根基的 是不改变的 这喜乐是大有喜乐 你们是喜乐的 这是一个事实 是恒定的 是简单的 用这句话来对比 这个彼得实在很难等 作为一个渔夫 可是他在这个地方 不太一样 这地方 他用了一个 在我绝上很好的方法 他做对比 而且两边都是比喻 你们是有喜乐的 连到前面的论述 后面要讲患难 在患难当中的盼望 是另外一段的论述 用一个简单式 用一个进行式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语法 好吧 他说你们是喜乐的 但又是忧愁的 喜乐是长久的 忧愁是短暂的 喜乐是真实的 忧愁是虚假的 喜乐是长存的 忧愁是一时的 这忧愁是另外的 所以他用了现在进行式 只有现在是忧愁 过了就不忧愁 什么时候不忧愁 等到基督耶稣再来之后 我们就不忧愁了 等到我们脱离这个世间 我们就不再忧愁了 等到眼前的困境突破解释了 我们就不忧愁了 他说这是暂时的忧愁 经文的证据也告诉我们是暂时的 用方式动词的实态 就告诉我们是暂时的 现在用经文的内容 告诉我们这是暂时的 而且他特别提醒 这暂时的是因为在百般的试炼中 在百般的试炼中 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然后第七节 他要告诉我们 那个百般的试炼 是什么样的试炼呢 各位同姐妹 这试炼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炼 就比那一火试炼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什么能够显出宝贵 信心显出宝贵 信心如何显出宝贵 经过锻炼的信心 就显出宝贵 阿们 被试炼的信心 能够增加它的价值 使信心宝贵 是这个试炼的目的 换句话来讲 这试炼不是意外的 这试炼是刻意安排的 这试炼不是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 这试炼是有目的的 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宝贵 他特别用了一个比喻 金子被火炼过 就怎样 更精准 信心被试炼 考验过 就更精炼 金子很好 但是被火炼过的金子 更加好 阿们 信心很好 被考验过的信心 更加好 所以要你们承受百般的试炼 是为了使你的信心 能够精纯精纯再精纯 世上的金子 练久了会坏 但是信心 不会朽坏 这是上帝的计划 使你们蒙神的能力保守 通过各样的试炼 神的能力保守你们 使你们怎样 经过试验 却不会失败 使你们虽然意识有挫折 却不会被捆绑 所以不断的锻炼 就不断的坚强 不断的锻炼 就不断的成长 第二个 这试炼还使你的信心 怎样 得称赞 大家看第七节的后半节 是不是 叫你们的信心更显宝贵 然后呢 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尊贵 所以使信心更宝贵 使信心得称赞 这称赞是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 要赏赐给你们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会拍开你的肩膀说 嘿 我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欢乐 就为了第一个时刻 你的信心可以得着称赞 让我们来看看称赞这几个字 称赞 荣耀 尊贵 各位同姐妹 作为一个改革中的信仅 看到这几个字 你要觉得很恐惧占心 为什么 因为独有上帝是荣耀 阿们 独有上帝是遂得称赞的 阿们 独有上帝是尊贵的 阿们 但是假如你的信心 被试验 假如你的信心 通过重重的讨厌 上帝要把这个用在他身上的行动词送给你 因你信心的缘故 或者说把这个行动词送给你的信心 叫你的信心得着称赞 叫你的信心得着荣耀 叫你的信心得着尊贵 这是何等大的荣耀 何等大的成就 各位同姐妹 没有一个英雄能做成这件事 但是你可以 没有一个豪杰能够成就这番事业 叫上帝称赞他 但是你可以 上帝将荣耀称赞尊贵 送给你 归给你 你知道 人将荣耀归给神 刚刚好而已 刚好徒弟的颂赞神 刚刚好而已 但是那坐在荣耀座上的神 把你的信心拿起来 然后把他自己的王冠 戴在你的信心的上面 你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你值得重重的考验 为什么你需要不断的经过各样的试炼 第八节 让我们注意一件事 再说完 你们的信心可以得着宝贵 你们的信心可以得着称赞的时候 特别提到 这称赞是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 然后来说 那我们来认识基督耶稣吧 第八节说 你们虽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这意味着 我们因为爱基督耶稣 所以乐意将自己的信心托付于考验之中 假如你不爱主 随时都可以放弃考验的时刻 各位弟兄姐妹 对一个基督徒而言 什么时候发生逼迫 就是在人问你 要承认耶稣 还是要保全你自己的生命 我要承认耶稣 命就没 要承认耶稣 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自由 我承认耶稣 自由就没 要承认耶稣 还是要让你的身体免于痛苦 承认耶稣 疲憋就下来 要承认耶稣 还是要让你得着温饱 要承认耶稣 温饱就被剥夺 要承认耶稣 还是要叫你凡事受拘禁 承认耶稣 那就关起来 各位弟兄姐妹 基督耶稣 是我们所以受苦的理由 基督耶稣是所以我们 承受各样逼迫 各样试炼的理由 你们虽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因为爱他 就经过重重的试验 经历各样的考验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好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 各位同学姐妹 基督耶稣为你们所爱 即使没有看见 这对我来讲 是一件可贵的事 我们都得看到 然后会爱 但是有一群人 没有看见 就爱了 就是你们 你们虽然没有见他 却是爱他 我还看过 但你们没有看过 你们却爱他 彼得这样说心 他曾经见过主 见过主荣耀的显现 他是耶稣第一批呼召的门徒 当基督耶稣 在水里受洗的时候 他还没看见 虽然听说 没有看见上帝为他做见证 但是在变相山上 一朵云过来罩住他们 有声音隆隆作响 对他说话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彼得 雅各 约翰 立刻跪了下来 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但是差不多 不会超过这几句 啊 上帝是你吗 啊 我们知道了 啊 我要听他 啊 我会听话 至死当休 我们会爱他 尊崇他 跟随他 至死当休 因为他曾经见过主 见过主荣耀的显现 所以他特别的称赞你们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主 他坚定的相信 告白宣称 你们是爱神的信仰 各位同姐妹 我不知道 当他这样称呼你的时候 嘿 你知道爱神的人 常常我们在经文里面 看见都是神所爱的人 即便保罗也没有称过你们是爱神的人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神所亲爱的得益处 但此处彼得 对那些在受苦当中 没有放弃承认主名的人说 你们是爱神的人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从你们忍耐逼迫 从你们忍耐痛苦 我就知道这件事 如今 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 巨大的喜乐 只要你们愿意喜乐 你们就可以重新发现 在上帝里面的活力 活泼的盼望 恩赐信心 但这里 跟保罗在菲利比书所说的 很不一样 这里提醒了 那些为了主的名 受逼迫 为了主的名 正在承担各样的考验 各样的患难 正在牺牲 他们所拥有的 惊奇人才破 正在牺牲他们所拥有的 别人对他们的信任尊重 正在牺牲他们所拥有的 身份地位 为什么 因为彼得参赞我们 如果你要说你是爱上帝的 如果你要说你是有信心的 各位同姐妹 请来看 看这小雅西亚的这些教会 这就是爱上帝的人 蛤 那么凄惨 不 他们一点不觉得凄惨 他们觉得 他们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 澎湃 充沛 丰满的喜乐 阿们 结束讲到之前我想 这件事 与神同行的路 就是一条土路 就是一条奋斗的路 就是一条征战的路 跟着上帝的脚踪行 非走到坟墓 各位同姐妹 不愧从事离乎 跟着基督耶稣的脚踪行 非走上十架 你没有办法真的交界 在你身上 最恶的妇人 非走到坟墓 没有办法感受 自己在这个世上 一无所有 非闭上眼睛 死透了 没有办法从哪里复活 重生 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定命 并不在这个世界 我知道我们会 需要构置一些田场 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身份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我更知道的一件事 假如你要做一个真心 偶尔这些会动摇 偶尔这些会受威胁 偶尔你可能要失去一些 偶尔你要跟自己那个仓皇 吃错 跟自己的忧虑 忧愁在那里征战 主啊我要选择你 或是就要选择你 或者选择放弃 主啊我要选择你 或者选择放弃 感谢神 在除了教会 有一群信徒 值得彼得写这封书信给他们 我们的主在这个时代 也在找一群信徒 能够把这封书信交给他们 你们虽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一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眼荣光的大事的 你们值得唱一首诗歌 就是上帝为我而生 上帝为我而死 你们值得过一种人生 就是我为上帝而活 我要与主一同悲情所讲 对